本地足球年度盛世 最高榮譽的香港足球先生 在多個球員見證下誕生 以告薩托尼大熱當選 一位大埔前鋒在各項賽事攻入12球 除了榮獲香港足球先生 以告薩托尼還囊括最佳11人 最受球迷歡迎球星 及球員之聲一共四個獎項 這季節我做了一件好事 在這季節我幫助我的隊伍獲勝 我非常開心 這是最初 我希望繼續增加 像一個球員 我知道我可以做這個 這屆頒獎亦首設香港足球小姐獎項 由女子甲組聯賽球隊主教練及隊長選出 香港足球小姐獲得10分 最終由效力魚丸的黃淑芬奪得 他說獎項的意義重大 很開心 我在足球上可能劇了這麼多年 都是一個認同的 對於自己 對於女子足球界我覺得都是一個認同的 總結今屆最佳11人陣容 大埔佔五席成為大贏家 除了前鋒以告沙托尼 中後場各有兩個人當選 至於最佳教練 由帶領大埔首奪港超冠軍的李志堅奪得 繼2014、15年頭貴之後再獲這個獎項 另外足球定於下個月底舉行董事會選舉 其中足球主席一職 現任副主席貝君琦是唯一候選人 他說希望加強商界對本地足球贊助 無線電視記者文宇軒報導 致電視記者文章